我今天做的是 一個會爆炸的 那個東西 不是立方體就是半圓形 一開始就是先建一個立方體 然後把視角 按5再按1 然後按Z讓它透明 然後搜尋這個 新增這個 就是新增出來就是這個 然後 讓它細分面 變這樣 之後 就是進入編輯模式 然後 然後 取消全選 選下面 把它刪掉 變成這樣子 然後縮小就是 縮小然後往下拉 這就是我們會爆炸的東西 然後選 這個 對 然後按清增 然後這兩個都改2 其實改1也可以 就是看自己 要怎麼決定 然後這個改成6 把重量調成0 這樣才會 冒煙冒上去 然後把 把這個改成5 然後這個改成 這個 就是一個點 然後 然後之後 新增 一個煙霧 然後選擇 浮力 然後 選這個框框 也是新增一個煙霧 但是選擇 選擇那個 區域 然後 再回到這個 爆炸的東西 把速度 打勾 然後 因為 如果 像這樣的形狀的話 煙會 直的 所以要改 那個煙的形狀 然後 選 下面這排 然後 點 把這個啟用 然後選 硬邊 就是選 漸漸的這個 之後 按S 它會出現一個 圈圈 把滾輪滾到 這麼小 然後再拉大 變成這樣子 然後再新增一個 這個 我們要讓它 爆炸不但有煙霧 還要有那個 碎片 也是一樣 新增一個這個東西 也是 把下面 刪除 變成這樣子 然後也是 往底下拉 這個大小 就是 隨便沒關係 然後也是 新增一個這個 然後 這個改成 2 這個也改成 2 這個改成 20 這個改成 2 這個改成 1 這個也改成 5 這個是 也改成 點 然後重力要 0.2 這是讓它 就是 不要這麼早消失 這個是 改 就是 它 那個高度 然後 再選擇 這個 然後 新增一個煙霧 浮力 然後 開啟速度 然後 這個 跟這個 就是如果想要讓這個煙 變得更 細緻 更 更真實 就把這個調高 還把這個打高 這樣會比較 像 但如果電腦很爛的話 就跑不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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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沒有煙 這是我做出來的結果 因為 應該原本要有煙 可是 嗯 可是現在沒有煙 欸 有了 好 我知道 因為 剛剛第一次 不是成名牌子 所以 它 就沒有 沒有能力開始的 其中的煙霧 等一些 例子 就讓它跑一下 等一下會比較順 就讓它跑一下 旁邊這個 掉出來就是 碎片 對 嗯 對 好 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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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很慢 好 就这样 我们下来一下